好 Anita 發 了 早安 愛爾 寶貸 親愛的南希 佩洛西議長 親愛的拜登總統 親愛的 各位 國務卿 安東尼 布林肯 親愛的這個沙利盆安全顧問助理 另外呢 我還想這個呢 再說一個親愛的奧巴馬前總統 親愛的這個米歇爾奧巴馬英語部人 Good morning 還不錯 今天呢是2022年這個8月這個12號 那麼今天呢我想呢 藉著這個早晨這個太陽啊 出生的太陽啊 向你們說一個 Everything is good I wish you everything is good 我記得一句話 Everything is possible 是吧 我們想呢 在早晨來說這句話呢 Everything is possible 還有一句呢 在美國歌詞裡說 有一句話呢 叫做 From sea to silence sea 在美國這個地方呢 我們把這個 中國有一句話叫做 這個 美國是一個廣闊的天地 在這裡是可以大有所為的 拜登說的意思吧 只有在創新的 這個自由的創新地方 才可以 才可以 才可以發生那個這個 創新 這裡呢 我呢 今天呢 我就接著昨天啊 這個 我昨天呢講的一個什麼呢 講的一個那個 那個 那個 講的一個台版的 一個關於台版的 關於台版的 關於台版的 第一步 產生了哪個正面的影響 非常負面的影響 危機 化危機 這是一個機會 我覺得 接下來的問題啊 我們下面該怎麼走 就佩洛西訪論 開完以後 下面還會 十月份 八十九月份 就中國的一個傳統節日 叫做中秋節就到了 這是一個重要的節日 對中國兩岸來說啊 中國是大陸 中國是台灣 是一個重要的節日 利用這個節日 不是現在 中美兩國 進入了兵雄戰 大家為大家彼此分家鬧別流嗎 我們從這個 中秋節就是和解的一個地方 和解的一個季節 讓大家呢 坐下來 心明氣和地 來坐下來 所以呢 我是想呢 啊 闖到一個條件 讓大家坐下來 化解 美中台之間的誤解 和糾解 從 我們就從佩洛西訪台開始 說起 聽了佩洛西訪台以後 怎麼總結這個總結的話 佩洛西是這樣說的 我們美國呢 一個中國的政策 沒有變化 沒有 沒有 我們的一個中國的政策 沒有改變 中國是 中國是 世界上 這個最民主自由的國家之一 哎呀 我覺得這個評價 是不是有點高了 我覺得美國 怎麼現在開始學習 中國的自由和民主了 我覺得美國的 這個 美國的民主 這個 美國陸集 到陸集 有100道題 這100道題 這100道題 第一道題 叫 美國民主的最高原則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constitution 民主的最高原則 叫做constitution 對於中國兩岸 對於中國兩岸的一個中國來講 它最高原則是constitution 對於各個國家來說 它最高原則是什麼呢 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憲章 一個中國的原則是什麼呢 一個中國的原則是 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國家的註冊的名稱 現在誰來代表中華民國呢 2758號決議 聯合國維持現狀的時候呢 這個現狀 1971年 11月25號 聯合國大會 26屆會議 決定 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憲章的原則就是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考慮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聯合國的 這個 合法 這個 合法權利 對於聯合國憲章 和聯合國憲章 這個這個 權力的 所必須從事的 事業 是必不可少的 就中華人民共和國 代表中華民國這個 這個這個從事這個聯合國的事業 是必不可少的 那麼就 於是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的代表 是中國在聯合國 組織中的唯一合法代表 這是第一步 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代表 台灣的不是中華民國的政府了 就是從 不是從1979年1月1號 而是從 1971年 10月25號 聯合國大會就宣布 蔣介石的代表 台灣當局統治者 不再具有代表中華民國的 政府的一切權利 並且從這個聯合國組織當中 驅逐蔣介石的代表 台灣蔣介石的代表 這個很清楚了 這就是一個中國的現狀 這個是國家統一前 國家尚未統一前 一個中國的現狀 這就是戰爭 中華民國的內戰 這個內戰 這個內戰就繼續成為了 這個現狀 要解決的問題 不是什麼 一國兩制問題 不是什麼 一中三線問題 不是什麼 一中個表問題 不是一個分裂的國家 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分裂的國家 是one nation indivisible under constitution with liberty under justice for all 對所有的中國人來說 這是一個不可 中華民國是不可以分裂的 是講個民主 講個公平的 在人有法治的 不可以分裂的一個 對於全體中國人 全體中華民國的國民來說 是這麼一個道理 也就是 對於全體中國人 中國 國民 科法國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華民國 但是我們現在很遺憾 最近佩洛西議長 拜登總理 拜登總統 他是真的 比奧拜登 他們這個呢 這個就是這個 安總理 我們現在犯 大家犯了一個 認識上的不協調 對於什麼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什麼是一個中國的政策 什麼是台灣關係法 解釋的不協調 我今天給大家呢 再解釋一遍 就從台灣關係法來講 解釋 不是 台灣關係法 到底是幹什麼的 台灣關係法 不是國際法 台灣關係法 是美國 國會 中國的 美國的國內法 美國的國內法 對 對中華民國來講 沒有用處 但是它有一個特殊的根 一個 一個 一個延續 就是可以把台灣的 中國 中華民國 台灣人 可以把它當作 美國人民來處理 內部 美國內部保障 來處理 所以佩洛西 頂著壓力 以國家 這個 第三個號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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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會 對 開著這個議長的這個身份 跑到台灣 宣誓了一個 美國國內法 台灣關係法 它為什麼在台灣 在台灣的時候 它不說這個 三個聯合公報呢 因為三個聯合公報 是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美利堅合同國 國家與國家的關係 台灣關係法 是解決 這個這個 解決 對於自己處境 處境 不知道自己 不確定 自己 不知道自己 是什麼 是什麼定位 不知道台灣是什麼 定位的 就是台灣人 要搞 是對 搞台獨的 台灣民進黨 對搞獨台的 中國國民黨 還有那些 搖搖擺擺的 那些 要搞一中三線的 這些 搞兩岸爭治 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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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 統派聯誓 提出來了 你們 假如 不願意待在台灣 不願意待在中華民國 台灣 想這個地方 可以到美國來 保持 從美國 台積電 啊 紅海啊 那個 富士康啊 還有 包括你們這些 這些 統統黨黨或承認臺灣當局是一個政府 我們現在臺灣的執政黨也好 臺灣的在野黨也好 自己在騙自己 只落為馬 說自己是什麼 中華民國的政府 我們的議員有很多地方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的國會議長就要說什麼 他提出現在我們不是聽習近平的一道 我做什麼 不做什麼 但是你要追守美國的財政關係法呀 你和臺灣人民之間保持的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係 是非官方的關係 非政府間的關係 臺灣不是個政府 所以你不要在那以政府的名義來 在那個議員的名義來 陳教育是臺美關係是官方關係 這個就犯了大忌了 你錯誤的 佩洛西去臺灣一個定位 自己要搞清楚自己是什麼角色 自己不是non-government non-office 就是臺灣關係法 不要再拿這個臺灣關係法來騙人了 臺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是吧 它是使用於美國國內法的 你願意 接收臺灣人民 這是你的國內法的責任 你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 你可以 你可以把這個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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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利轉進 美利堅合同國 這個叫 蔣介石管 這個 蔣介石管從大陸 叫做勝利轉進 臺灣 那麼現在也可以勝利轉進 美國 美利堅合同國 把美利堅合同國 當成自己的國家 未來的 新國家 你可以在那裡成立 中華民國 臺灣 或者是叫 就叫臺灣 在美國搞一個地方叫 臺灣 共和國 都可以 那個叫第五十一個州 這就是美國關係法 美國關係法 你不能管別的地方呀 你 你不能管別的地方的人 那個什麼 你可以把別的地方的人 拉過來 吸引過來 這叫懶人產 所以 張亞中啊 馬英九啊 還有這個 這個 李登輝啊 沒搞清楚 包括 包括毛澤東 啊 這個 鄧小平 這個 這個 江振平 胡錦濤 沒搞清楚 一 二七五八二 決議 實質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中華民國的延續 你不是另立的一個新國家 你 1949年成立的不是一個新國家 而是一個中華民國的新政府 有 我今天為什麼給這個 美國的議長 來講這個呢 我這個叫做 班門弄斧 啊 啊 投石問路 啊 我請聯合國秘書長 安東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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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特萊斯 來講一講我 啊 這個 我這個是呢 中華民國台湾 台湾 我叫班淑仁 看看我講的這句話 對不對 不符合聯合國憲章 不符合聯合國 二七五 二決議 在國家統一前 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是我們的認識 我們的政府 啊 我們的領導人 出了大問題了 你跟他說的好啊 如果政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政府就是最大的問題 事實證明 一個中國現在搞的台海危機 就是政府 兩邊的政府 兩邊的政黨 沒有認識到 什麼是 一個中國的 政策 一個中國的 聯合國 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的原則 憲章的原則 和宗旨 現在是內戰狀態 凡是戰爭上 戰場上沒得到的東西 你在結束戰爭的 談判桌上也得不到 所以說 那個你談判總得有個原則 有個底線吧 有個定位吧 這個定位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中華民國的定位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 現在到這個 台灣問題和中國 中國總議的白地書 二十大前 沒有搞清楚 什麼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什麼是一個 解決不了 就是因為你沒有把這個 中華民國的定位給 辯證的去看待這個問題 犯了一個 形而上學的錯誤 這就是中國 中國政府和台灣 這個當局 統治當局 都在犯著一個 一個 形而上學的錯誤 孤立的簡單的 獨立的 靜止的來看問題 首先我來說 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原來 蔣介石的代表 蔣介石的代表 1947年在南京 這個憲法的當中 這個制定一個憲法當中 國共共同商量這個 這個戰後 這個戰後的權力配置 本來說是 本來說是 本來說是大家的一起 國共合作 組成 聯合政府 注意啊 是兩個黨的聯合政府 國共的一個聯合 但是國民黨要 要國民黨呢 要共產黨解除 解除武裝 就這一個原則 說國家軍隊要統一 所以呢 就沒有談成 國共 戰後的國共聯合這個 聯合這個 組成聯合政府就破產了 對不起啊 中國話 誰在說我 說我的 不要大聲說話 太小聲的 因為我呢 大家看到牙 我的牙 昨天那個 給那個西 給那個 那個 那個 給台灣講那個 台灣關係法 這個 牙丟 丟了 可能不知道哪去了 找不到了 我都滿地找牙 找不到這個牙 中國有句話叫 小人此缺 狗窦大開 這我就甚至掉了牙了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很不好意思啊 我 我 但美國這個又比較會 我 我 如果要是 如果要是 如果 我今天要把今天的話 也說完 說完之後 因為我 後面有個建議 如果 將來這個 將來 那個 這個 因為這個 佩洛西現在綁台 這第一步 現在出現一個 一個 誤解誤判 那麼我們有第二步 我出個主意 我給佩洛西出了三個主意 我今天目的就講 我給佩洛西 叫做一鼓作氣 沒有搞成 沒有搞成 打了一個平手 大陸 得到了 要得的東西 佩洛西要得到了一個 宣誓呢 什麼是 一個 美國的一個中國的政策 和台灣關係法 就宣誓 台灣關係法去了 就宣誓 就告訴 佩洛西 到台灣 就告訴台灣人民 一個什麼呢 美國人民 對台灣人民 這個承諾是 揭露磐石的 什麼揭露磐石 你到了美國 才能揭露磐石 你在台灣沒有揭露磐石 你給你 去供應的武器 因為 這個叫做 鞭長莫吉 因為 台灣這個 海域這個地方 佩洛西已經經過 親身體驗 這個飛機 炮火 這真理就在炮火的 射程之內 所以 美國的軍隊 美國的 航空母艦 不可以 也不能夠 到台海 這個周圍府 進去 這個是中國的 主權範圍內 這個呢 就說出來 這叫做 這叫做 這個叫 稻草人 指老虎 都說樣子 你看 他就走了嗎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比行動更能說明問題了 如果這一點 都看不清楚 看完 兩千三百萬千 那叫做 自己裝糊塗 自己騙自己 自欺欺人 有句話 對吧 所以呢 這次呢 大陸有所收復 這個 把他恢復了主權 對那個 跨過的台海 中線 沒有這個三個線子 就是 臺灣省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主權的 臺灣線 重新確定了 這個叫 東西南北 就差一個中了 因為臺灣這個地方 臺灣那個島 就差一個中 現在 其他獨的地方 已經全部都 都瓦解了 就差一個中 還沒有解決 我們現在 下面的問題 在統一前 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什麼是一個中 中 就是中華民國 不是中 大陸叫中華人民共國在大陸 不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在大陸 在大陸 中華人民共國就是 中華民國的 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國 就是一個人民的 人民共國 人民共國 請全世界的 臺灣的這些 臺灣大學 還有美國的專家學者 請 這個歪曲 片面地 理解 那個 批判 質疑 現在那個 臺灣正當 統治當局 和大陸的統治當局 政府沒有解決問題 就是政府的問題 包括 習近平政府 鄧小平政府 毛澤東政府 沒有解決好 中華民國的問題 沒有解決好 這個就是一個 歷史的 遺留問題 中華 毛澤東在那個 那個 紀念孫中山 那個講話 那個講話當中提出來 紀念孫中山 就是 建立共和國的 偉大攻擊 這就說對了 我們都是 中 孫中山的學生 這就說對了嘛 那個 建國就是 宮崇鋼領說 石頭美唐 他說 你要是 不叫中華民國 你要是 還叫中華民國 那麼中華民國 國父就是孫中山了 孫中山就是國父 毛澤東不是國父 毛澤東是政府 政府的父 叫政府 你要非得 給毛澤東說 開國政府 錯了 開府之父 開 開 建立 新中國的 共和國的 政府的一個 支付 所以我們在很多 概念上呢 搞不清楚 搞得混淆 概念上 定義處 沒有法律 什麼 法律授予你的 權利才有啊 誰授給你 主權是誰授的 主權是 主權法定 法是哪個 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275法決議 除了這個地方 不能夠自己 給自己授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這個權利 說是來自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那個投票 不對 法律有些 法律是有層次的 你這個主權是通過 275法決議 被轉讓過來的 沒有轉讓之前 你只能說 你自己在那內部裡 你自己稱呼自己 那是講實力 真正的要講法治 你要是 我們要建的一個國 一個 一個共和國 要統一的共和國 不是一個 烏合之眾 也不是一個 一黨的那個 一黨專政的 一個國 是法治共和國 這個 是一個 為人民服務的 法治共和國 我們現在沒有提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當中 沒有提 提到了 中華民國 怎麼提到 1911年 陳仲勝領導的 辛亥革命 推翻了滿清 封建地制 建立了 創立了中華民國 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但是 他的反封建 反帝反封建的 歷史任務 沒有完成 什麼叫反帝反封建 帝國主義 還在中國的土地上 那個時候香港 還在中國的土地上 現在 49年成立 現在 2758號決議以後 美國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台灣關係法 還在中國的 台灣的土地上 這個 這個地國主義還存在 在中國的土地上 你要搞一國兩制 就是還在保持著 反帝反封建的 歷史任務 還沒有完成 所以 鄧小平就忘了這一點 鄧小平在 在香港的去殖民化上 還不如蔣介石做的徹底 當然蔣介石 後來有反覆 是吧 日本這個有反覆 蔣介石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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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熙啊 蔣介石一死 蔣介石的 一個中國的原則 就沒有了 啊 中華民國 戲法就 就變了 變了味兒了 就變成了 一個一個 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在這個 在大 在大陸 而我們呢 由於中國人的那個 國際的法律的 綜合數字不夠 沒有認識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 中了 中了李登輝的計了 我們很多大陸的這個老百姓啊 在商業當中 缺乏商業的經驗 缺乏對這種坑蒙拐騙這種事 就經常被那些電訊詐騙啊 商業詐騙啊 因為台灣人懂啊 因為它市場經濟少啊 所以呢 包括投資半導體啊 坑蒙拐騙 最後股市拉攏啊 中國人有個最大的特點 就是會 我會用各種手段 拉攏你 五十米 又利用你 人都是有自私的 都是有利益 利益攸關的 我佔了小便宜 就是愛佔小便宜 我佔了小便宜 得了幾十萬幾日 最後腦袋掉了 所以我父親跟我說啊 你千萬不要從事政治 你這個人啊 一激動 有時候就 立場不見面 就上班受騙了 你 我這個智商 他說我這個智商太低了 要務實自重 你當個給別人打工 你不會犯大錯誤 你要自己當老闆 你一定會犯大錯誤 所以我呢 經過清真經歷啊 我上當太多了 我所有的失敗 都是血子吊死 我這個殺出這個血子 我到現在還有五個官司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血本無歸 就是遇到了貪功無力 法院裡的貪功 全錢勾結啊 幕後交易 共產黨的天象 也搞得是這樣的一個 屋檐當中 我們反腐敗 反了這麼多 現在不但中國反 現在跑到美國來 整個 台灣已經把美國的整個 所有的議員 差不多都腐蝕了 收滿 金錢收滿 你給 就 聽台灣人說 聽台灣那個臺部說話呢 哪一個 哪一個議員 沒有受 那個接受台灣的賄賂 那些台灣那個 那個外交那個 那個外交那個 那個外交資金 到哪去了 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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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次 這次啊 我特別幸運的就是 阿彌陀佛 佩洛西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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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巴馬沒有來 那個林的 林成佐 他交請阿彌陀佛也來 奧巴馬在當時 沒辦法 就當時回答了一個 哎呀我這提心調談 我每天都在提心調談 我就怕奧巴馬 哪一天 不知道 在他們今天和內有之下 一下子腐敗的 就上了他的 這個上了 上了那個 台獨這個 林成佐這個檔 上了這個 蕭美琴的檔 上了那個那個 蔡英文的檔 就跑到台灣來 也就忽悠一下 賺一下錢 就像 蓬佩奧 就是被這個 唐一炮彈所打中的 佩洛西 我想 這個東西 每一個到台灣來的人 都 是被台灣 這個唐一炮彈所打中的 我覺得現在呢 這個 就叫 美國的一些政治啊 也在墜落 民主也在墜落 在走向自己的反面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我在美國 我當然看得很清楚了 格蘭伊 那我很熟悉的嘛 就是聽綠營說話的嘛 為什麼 收了人家的錢 嘴爪 但是 失敗是成功之謀 現在 現在 現在那個 那個 中國呢 就發出了制裁 配合系的 一個把制裁的家屬 制裁 這個制裁 這個制裁的 制裁到 這叫做 阻擊靈魂的 一場 阻擊靈魂的一場 阻害行動 有沒有辦法 人家一解不一天 這個仇 是不是就 永遠就記下去了 我今天就來解 解靈 還是細靈呢 我想幫助安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安 南希 特洛西 來解開這個制裁 對你這個 亞洲的制裁 和這個 你本身這個行動制裁 就 怎麼呢 就亡羊鼓勞呢 我今天提出一個證 提出 我今天呢 就主要是講 給克洛西講 我提出一個方法來 你願意接受我的意見 因為我昨天晚上我就想 克洛西 這個這個老大姐 這我應該叫老大姐了 82歲了 他在 融光 煩發 有這種激情 有這種 衝動 他在有這種 點燃的這種激情 啊 就活出個 生命的火花來了 這個美國 就提倡這種 西部牛仔精神 這個 一個人 一個人 就 闖下一片天地來 這是美國的牛仔精神 雖然 佩洛西是 意大利人 但是這種精神 是美國牛仔精神 我就想 昨天晚上我就想 我要是 我要是佩洛西 我有沒有這樣的膽子 能夠一個人 跑到台灣去 去宣講 台灣關係法 頂著那麼大的壓力 大家呢 全世界的炮轟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萬炮其風啊 對吧 炮聲隆隆啊 我還要去 因為美國是 三權 三權分立的一個制度 國會 有國會的制度 對吧 總統也管不了 因為總統是不可靠的 都要 都要這個 檢驗和國會來通過的 所以 這個手呢 至於這個 他還 如果你拜登 要 阻止 阻止這個 這個佩洛西 那麼佩洛西 反過來還 支持你 所以說呢 拜登呢 也是個老的政治家了 我們不說政客 至少來講 看得清 不管你是一唱一和也好 佩洛西 跑到台灣去 是宣傳台灣關係法 但是 他沒有講清楚 為什麼 我們中國 中國人也好 台灣人也好 美國人也好 都講不清楚 把國家當成 把這個 美台關係 看成國家與國家的關係了 No It's wrong 美中關係 美台關係 是 中國與 美國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代表中華民國 與美利亞合同國的關係 這個是國家 by國家 Nation by Nation Nation by Nation 這個 台灣是什麼 台灣叫這個 這個 筆尖嘛 不是 特朗普說的對嘛 就這個 人家筆尖嘛 他來戳這個大陸 就用來戳這個大陸 大陸是個多 用來戳大陸嘛 特朗普說的很對呀 台灣有很多明白人 美國有很多明白人 不明白的人是誰呀 不明白的人是 中國 中華民國 台灣人 不明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中國大陸人 不明白 不明白什麼 不明白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中華民國 不明白 不明白 台灣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中華民國台灣 就少了一個字 叫中華民國台灣省 一字之差呀 解明道學 所以我們的政府的問題 現在的不能解決問題是政府領導人的問題 是江澤民 胡錦濤 習近平的問題 所以說 美國說總統是不可靠的 國家主席 黨主席也不一定是可靠的 這個 這個是 中國憲法當中 一個最 最 最 最心而上決的東西 為書為上 核心的 就領導核心的 對的 這個觀念是誰樹立起來 就當今的陳柏達江青 所以說二十大如果還繼續有王滬寧的話 這個中國還沒有搞不好 還是心而上決 習近平這個 這個我們不是要吹鼓手 安於奉迎 我們要講的制度 要法治這個國家 我們法治國家 從國家領導的最高的黨主席 自政黨的主席都在違反 違反這個憲法 那底下怎麼樣能做的 那就亂了嘛 就會亡黨亡國呀 所以我希望 美國國會議長 南西佩洛西 中秋節 再訪 第二次訪問大陸 第二次那個亞洲行 訪問大陸 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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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 你是議長嘛 你就會見 那個那個 那個 全國人大 人大主席 人大委員長嘛 你會見 會見人大委員長 會見 那個 人大 人大 最高的問題嘛 如果習近平願意見你 你就見 你就跟著講 台灣關係法 沒有侵犯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利 只不過就是 台灣人民 可以到 他到了美國來 台灣我可以按照美國人民來處理 這就是 台灣關係法 也是 解放生產力 解放台灣 這個 台獨的生產力 台積電的生產力 解放 解放什麼呢 中國大陸的生產力 國家統一的生產力 國家統一就是解放生產力 所以我願意陪同佩洛西 一黨 一起前往大陸 一起會見 在北京 我呢就想到北京口腔醫院去掀個牙 因為我這個 有點私心 我就是這麼一個目的 我沒有任何的權力欲望 高速不勝寒 何時在那裡 我回來之後 還是在我的一母三分地 我這兩房一庭 一百一千平方米 一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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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房子裡 我還在這裏 爭高望遠 應酬為惡 這個這個 為天地理心 為生命利命 為往事 為改革開放 為拼經濟 懶人才 見其功 居功精粹 復手幹爲 爐死牛 我今天 我今天啊 為什麼 我昨天晚上想了很多 我 我 我想啊 我想 我想讓那個 那個 我想讓那個 黑洛西啊 看看 我 看看我們的家人 看看我們的家人 我給一個 一個家人呢 有個 我姑姑啊 我姑姑呢 我小時候時候 跟著我姑姑在北京 在北京 那個 濟人类下 我姑姑沒結婚 但是也是我 就是 我也應該叫做女性 姑媽 姑媽 我姑媽的形象 我放大一下 我 放大一下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姑媽的形象 這 黑洛西呢 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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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洛西的這個 這個 看 這個是在 在北戴河門是在那哪裡 這個是冬天 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 我和我弟弟 我妹妹 這個是我在那個 這個小學 這個 9歲的時候到北京 到北京 這是我姑姑 82歲 這個時候是82歲 佩洛西要很漂亮了 很精神 我那個時候 我姑姑82歲 她後來摔了一跤 摔了一跤 然後呢 你看這個是我 我回頭再 在網上給她 附帶加一下 所以呢 我就想到了 我姑姑 當然我不能說 我姑姑 但是我至少 我 佩洛西還應該叫她 大姐嘛 Sistern My older sister 所以說呢 我就想到了 我姑姑 我姑姑 她因為她單身 後來她 摔了之後 病悲的時候 我去治 我到北京 我去治療醫院 我照過了她的兩個月 她已經 這個 已經腦昏迷了 已經 那個 成了植物人了 嗯 跟死端掉啊 啊 然後那個 一直延續了兩個月 我在北京就待了兩個月 一直把她送中送走了 所以我 我覺得我 我對我姑姑 還是很有感情的 儘管小的時候 她給我的很多委屈 讓我最後趕出家門 啊 最後我趕出家門 你 佩洛西你說你小時候 想要從那個 挖地道過來 啊 那個到中國來 我告訴你 我那時候就在北京 那個時候我在北京 流流街頭 我住在北京火車站 啊 然後我的飯片就了 啊 師父 就飢荒 飢寒交過 就幾乎要餓死了 啊 那是1961年 啊 1961年 啊 啊 這個這個 我還有很多照片啊 還有很多 很多很多東西啊 要給佩洛西看的 啊 這個 就是 這個是我給 第一夫人寫的信 邀請她 女兒到美國 到中國來讀書 這個是 這個是 這麼多 這個信啊 原則要你啊 回頭我這個都在網上去 這個是我給 柯林頓訪問中國的時候 我給柯林頓寫的信 建立新世紀的中美關係 那是通過誰寫呢 通過誰給他呢 通過 香港 香港特首 董 董建華 轉交給 因為他到那個轉交給柯林頓總統 啊 這個是 啊 這個的 柯林頓寫說 要尋找中美關係 利益的共同點 啊 尋找 這個是我在 柯林頓來討論 這個是哪個 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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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給布什的 還是給誰的 啊 那個是給奧巴馬的了 啊 這個是我 啊 這個 這個 台胞台署聯益會 國台辦啊 啊 甚至是台灣 給我這個 啊 證明 李大海 南 1947年6月28日 出生台灣 台北市東門町 深圳市 台胞 啊 這個 李大海同志 是 愛祖國 關心 祖國統一大業 為 服務 台胞 台署 啊 促進 祖國統一 和平統一 開展了一些工作 做出了 一些貢獻 這次證明 深圳市 人民政府 台灣事務辦公室 2007年 啊 7月9號 這個是我給 那個 那個 馬英九 馬英九 黨主席 中共會民黨黨主席 重新重國 新民 啊 啊 政治人物 一定要 活在人民大眾的心裡 啊 活在歷史上 就是 你看 我這個 這個一 啊 是他 中美 中美 兩國發展的 共同點 也就是我的七錯 而定 我再給你講啊 那什麼叫 四者 宗租呢 中華 中華民國的英文簡稱叫做 Republic of China 但是呢 鑽了膠以後啊 有位 這個時候 台灣辦事處啊 有位叫做 夏公泉的一個 夏公泉的一個 一個 台灣人 當那個 駐美代表 就蕭美琴那個角色 台北就是這個 駐美代表 他是19 他是19 19年生人 2008年就去世了 他呢 在東美斷交以後呢 台美斷交以後呢 他在那做代表 他製造了這麼一個 DRC 就是 German Republic of China 他就打那個 打出一個車牌來 在華盛頓呢 把他們車牌上寫著 DRC 就是 German Republic of China 這個當時的 國務卿 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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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他找去了 他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 他說 你 你這個 你注意 你要是如果 再用這個DRC 我們 美國就 把你定義為 不受歡迎的人 國務卿 國務卿助理 他叫什麼名字呢 叫呢 Macher Amorst 當面警告他 這個台灣人啊 叫下公權很乖巧 他說 我寫這個DRC啊 叫做 German Republic of 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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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帝很在意啊 所以他這個天氣 他把這個三個字母啊 給他結成German German Republic of China 他給他寫的reality 就真實的 然後呢 Cares Cares 他很在意啊 穿了他就很在意 所以這個 台灣人啊 這個叫做什麼呢 小人與君子 女人與小人啊 是男人的 這個 他一旦到了這個地方 球棍潦倒的 逼著他講瞎話 所以 所以說 façooy 台灣的盛產什麼 盛產就是 口嗣心肥 止路為馬 止路為馬 這個 满邊過海 一流了 啊 所有的 無姦不傷 沒有一個 這個 就是一個奸商的 那政客沒有一個 不是一個 奸詐 out 狡猾的一個 客人 上當受騙的是 往往是我們普通的老百姓 包括美國的這些參議員跟著這兒 跟著這兒 所以我們今天就告訴了 台灣人這麼狡假的 這些蕭美琴還有這個什麼 蔡英文 都是一個慣犯 造假 說什麼 瞞天的謊話 又想當婊子 又想立牌坊 還想搞一個獨立建管 這個不是 他 那個那個那個 王毅說他是 孫中山的不孝子孫 說親了 你看看這個 政壇上的這些人物 哪一個不說假話 到大陸滿頭的這個 當面 當面就是那個 笑臉 相應笑臉一樣 背後的踢腳 滿頭的那個那個人一道德 滿肚子 南道武昌 吃喝飄酒都是這幫人 你看看 那個那個海津軍官 這個五十多歲就死在那裡 那邊